据海外网消息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1日消息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日前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 俄乌冲突将是持久危机 且俄罗斯不会再信任西方国家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9日曾表示 俄乌冲突或持续数年 佩斯科夫在采访中同意这一结论 俄乌冲突的确将是一场持久危机 但俄方将力保本国安全 我们不会再信任西方国家 美国政府6月初宣布 将更多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纳入制裁清单 涉及俄政府官员 富商及其家人以及航空和造船企业 欧盟也于6月初公布第6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 包括部分使用禁运制裁俄罗斯邮轮 银行等 新华社此前报道称 三个多月来 美国牵头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全方位制裁 试图通过封锁俄罗斯破坏其社会稳定 不过美国《纽约时报》报道认为 面对西方严厉制裁 俄经济展现出惊人任性 西方企业撤出俄市场等措施 显然未能摧毁俄经济